防炸宣导又推新招了 民宿床上摆放着防炸宣传单 就连在游艇上都有专人进行防炸宣导 甚至还响应澎湖在地的饮食特色 推出防炸特色小吃 这是澎湖县政府警察局白沙分渠 因应花火街观光记 以及警政署及将在5月5日登场的 绝名反炸启动日活动 成立的打炸花火队 并推出五大行动主题 各式各样的宣传手法 可以说是出井其招 近期我们即将会举办 一年一度的海上花火节 而且此次海上花火节 也会配合迪士尼的活动 所以观光人潮一定会非常的众多 那我们白沙分局 就是赶上这一批防炸的热潮 于是成立了一个打炸花火队 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锁定观光族群 一年一度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街 就要到了 大量游客已经开始涌入澎湖 澎湖县政府警察局白沙分局 为了扩大防炸宣导的效益 同时响应警政署全民反炸启动日活动 在花火节前夕成立打炸花火队 并推出防炸行动教室 防炸旅游专案 防炸温馨民宿 防炸特色小吃 及防炸教官认证书等五大行动主轴 在这个观光旗期间 让防炸意识遍及全民 第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海上花火 防炸行动教室 以前我们的防炸片都是着重于陆地上 或者是在会议室里面 或者是在教室里面 但是我这次特别不一样 我们是在海上 而且是在游艇上 我指派专人就是在游客 在后船要出发旅游的 这个琐碎的期间内 我特别选定这个时间 请专人来做一个宣导 只要游客想搭船 我们的防炸知识一定传 第二个主题就是海上花火 防炸旅游专案 特别请旅游业者 在他们的旅游传单里面 能够置放我们的 一个防炸片的宣导传单 让大家知道说 防炸片的工作不是警察而已 而且是百工百业一起来 绝对不是警察一个人的武林 那第三项主题就是海上花火 特色旅游小吃 当你吃到这些 诈物的时候就要想起说 我们吃诈物 所有的诈骗会一件一件的消失 白沙分局下内 大概有数百家的民宿 在他们的公众得出入之场所 客房的床头柜上 或者是在床上 来置放这个防炸片的宣导床单 防炸教官证书 就是透过里长的力量 把这个防炸片的知识 宣导给每一位村民 白沙分局分局长吕文廷也表示 有客来到澎湖享受局导之美之鱼 也要建立旅游防炸议事 提高警觉 避免旅游诈骗的情势发生 也守护自身的荷包 旅游防炸的绝效最主要就是 您来澎湖旅游的时候 从您的定位 从您的定房 从您的住宿 从您的交通 也是所谓的衣食住行 都要了解到说 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有诈骗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防炸策略 不是只有警察 关起门来才看得懂 警察自己孤方至上 我希望我们的防炸策略 是像这次的烟火一样 防炸的成果 永远在空中 永远的绚烂 白沙分局表示 打炸花火队的成立 是希望百工百业 都能一起加入防炸工作 并使得打炸的效能 让民众看得到 听得到 感受得到 进而达到入理 入户 入心的防炸成果 记者彩虹祥报道